歡迎收看今天明天下 美國總統拜登是在玩兩手策略嗎 他一方面協調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間 可以達成一個停火協議 但是另一方面卻又在送炸彈 還有其他的武器給以色列 那麼這也讓市場懷疑說 這是不是因為美國經濟是戰爭的大贏家 還有大陸今年的農曆春節出遊的人數是創新高 但是因為景氣不佳 那麼民眾的消費也縮手了 所以在今年的這個人均消費 跟二零一九年來相比的話 是減少了大約一成左右 台股在今天盤中又來到一八七五六 是再創新高 那麼專家認為說 接下來是很有機會可以挑戰萬九大關的 但會不會在五月份有回測年限的一個風險呢 另外OpenAI又有重磅的消息了 就是推出新的AI模型叫做SORA 但是這個SORA它是只要輸入文字 就可以自動來生成影片 這會不會也造成未來影視人員 恐怕會出現失業的情況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為您邀請到資深分析師杜金龍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陳彥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李永年 大家好 台大電機博士張晴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陳彥 我們看到美國總統拜登就是兩手策略 他一方面又希望以八之千可以達成停火協議 但是為什麼又還是雙炸彈還有其他的武器給以色列 我覺得他又要面子又要理直 說實在的如果他去真的促進這個停火的話 請問這個面子有多大 不得了搞不好下一次諾貝爾和平獎 還提名他有可能 那當然對於他的選情會不會有幫助 我相信多多少少一定有 所以要不要推停火協議 要 這是面子 可是說實在不能不顧理直 所以一邊你們不要打不要打 一邊把刀子塞到你手上 你弄他幾下不要打 真的不要打 然後這不是 對 好奇怪 你看華爾街日報都寫得這麼清楚 說實在的怎麼做 他把數千萬美元的炸彈跟武器 賣給以色列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講最重要 這幾年對美國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出口 就是國防跟航太 國防跟航太 你看成長多少 17.5 而這個數據聯準後的數據 這是很公開公正的一個數據 就從兩年前開始這樣 所以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這個領域就一直高速成長 我想問一下17.5 這樣的一個成長幅度 成長幅度很大 這個數字很驚人 這是一個什麼新興產業嗎 不是 就是一個所謂過去我們所關注的 國防跟航太 有很長一段時間 預算是不斷被削減的 就在俄羅斯入侵以後 極速的一個增長 所以五二戰爭之後 他們產業整個大成長 沒錯 那你說高速的成長 代表產業的一個商機 但是對美國真的有利嗎 好 我們再來看 這是華盛頓郵報披勒 之前我們不是在講說 美國國會議員都說 不要批錢出去 可是實際上 好像沒有我們想的這麼困難 就是說這個過程中 兩黨之間很奇怪 高度的一致性認為說批 我們就覺得說 你看美國怎麼這麼有愛心 還是繼續軍援烏克蘭 繼續軍援烏克蘭 我心裡多感動 你知道嗎 我覺得美國人的大愛 就是在這時候顯現物語 可是華盛頓郵報 一批漏以後才發現 原來我們都完全誤會他們 這背後完全還是商業的考量 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注意看 先前批准多少 烏克蘭援助九成的資金 通通回到哪裡去 回到美國 就是說我批給你烏克蘭 那你是不是要買武器 對 最後還不是回到我們這裡 你看我們批准這樣 謝承認就感動到 對不對 就感動到說我們美國有大愛 實際上這九成還不是回來 我問你 錢最後還是流到美國 我問你參議員中醫院 要不要同意 當然要啊 為什麼不同意 結果這些錢 是不是支付給烏克蘭 實際上都是在向美國軍火商採購 請問一下美國軍火商 會不會在背後 這些前客會不會不斷的去 助推一把 然後同時也讓整個產業 這個產業鏈整個上來 所以美國是戰爭的大贏家嗎 所以你看很有趣 最近這個北約可能 我覺得他們也看懂美國在玩的遊戲 他們也看懂美國在玩的遊戲 所以北約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他就說 他說有18個北約成員國軍費開支 要在國內生產總共2% 實際上你覺得我們在不斷的增加國防預算 然後不斷的甚至我們可能在軍援烏克蘭 或是導致俄羅斯跟烏克蘭這個戰事 好像停不了 好像是不好的 可是實際上卻推動了什麼 經濟的增長 而包括像美國這樣的做法 批准資金到烏克蘭 最後資金回流整個他們的軍工產業 這樣的一個事情 大家看一看 這件事很好做 我們錢花出去了賺到面子了 錢又收回來贏了什麼 所以現階段來講 在美國的西谷 他幾乎過去我們在講 美國的高科技 大部分都著重在哪裡 其實手機 電腦 這些有沒有通訊產業 可是你知道嗎 這幾年開始大家很認真的 在參與哪一個領域 叫國防科技 為什麼我們確實發現 現階段所有的軍工產品 跟科技的連結度越來越高 包含無人機 無人駕駛 無人駕駛 我講無人駕駛 還有這種所謂的高精密度的一個導彈 甚至我們講太空的科技等等 這些都跟國防還有科技有關 國防跟科技有關 所以你看這個是Pinch Book 他說2021年到2023年 1080億這些資金是投注到哪裡 國防科技公司 對 就是這些我們講投資人 其實就是金主 他們就投很多錢到這些國防科技公司 那這些科技公司拿到的資金 再去打造什麼 國防的一個裝備 整個國防科技的市值到2027年 有機會擴大到1847億 所以到這邊我想問一個問題 拜登是真的希望停火 還是希望不要停火 就不要停火 他就可以繼續賣武器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們要持續看 我個人覺得他真正的想法是 持續賣武器 好像對美國整體經濟的表現 其實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當然在這當中 我們又看到另外一個比較奇怪 因為整個華盛頓 他除了在關注這些 地緣政治的風險之外 他們最近也在注意到 北京的一個動作 因為這幾年我們也知道 中國的景氣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開始擴大他們的生產 用低價傾銷的方式 簡單來講就是要把 他們的這個經濟衰退輸出到各國去 所以直接用傾銷的一個方式 而這個部分會不會拖累到 其他國家的一個經濟增長 可能會 所以他提出了一個警告 那當然中國目前自己的狀況 我覺得過萬年以後 其實我覺得跟大家的想法 好像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落差 你剛剛說中國景氣不好 其實今年農曆春節 出去玩的人感覺還創新高 出去玩的人很多 但為什麼他們的人均消費 如果說跟二零一九年 當時來相比的話 竟然少了一成 對 因為我們基本上 就過完年回來 我們一定大家都想開紅盤 其實對行情都有一個很高的 一個期待 那當然這期待的一個 其中的一個根本就是消費 對 就是說你的內需消費 能不能整個帶動起來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現在這個出口的部分 對中國來講已經是一個懸念 就應該講殘念 他已經沒有辦法帶動起來 所以他必須靠消費 可是你知道這一次 開紅盤 並沒有一開盤就衝 昨天雖然是紅盤 對 就是你沒有一開盤就衝 對 而是開盤以後一直等 一直等 大家不知道在等什麼 說你有聽到那個哨音響嗎 我沒聽到 你有聽到嗎 我好像隱隱約約有聽到一個哨音 就是我開始 有沒有那個嗶 這樣 大家都在觀望 一直到下午這個買盤的力道 才開始進來 那我認為那個買盤不是真買盤 而是我們講 比如說國家對戶的那些 股票的一個買盤 他就是要幹嘛 要推指數 才把行情推起來 因為早上都沒有看到指數 很明顯的往上 不敢進去 而且這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觀察是 只要你推一段就有賣壓 只要你推一段就有賣壓 所以表示大部分人實際上 他心裡想的是什麼 我等你開紅盤 趕快解套嗎 誰先出手 來 他出手 我們賣給他 換他出手 我再賣給他 簡單講就是外資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看到 有 所以繼續拋售股票 繼續拋售 繼續拋售股票 所以這些賣壓 來自於沒有信心的賣壓之外 還有外資持續的撤離 當然在這期間 我們是不是有看到很多 所謂產業現象的一個好轉 其實反而沒有 為什麼我這樣講 這個是中國電動車 這個叫高和 當然它不是一個規模 特別大的汽車品牌 但是因為它所賣的車子的定價 算貴 它不像比亞迪這麼知名 但是它是比較高單價 那你知道 那你說它有很多 中國的這些電動車品牌 其實都沒有真的做車 都講一講 車子都沒有做出來 然後只是為了拿補貼 然後秀PPT而已 但是它有沒有賣車 有 它是真的有賣車 它有出貨 可是它從18號開始 就召開就是反正內部會議 就是說我們要停工停產六個月 六個月半年 可奇怪 這裡面詭異的事情是什麼 中國電動車補貼越來越大 而且銷售數字 不是越來越好嗎 而且中國電動車的出口 不是還在成長嗎 整個市場規模不是擴大嗎 這當然都是我們看到官方的數字 所說的 那為什麼你停工停產六個月 好 二月18號以前的工資照樣發 之後的工資就是最低工資 就代表沒錢了 再來是根據員工的爆料 工廠大門已經關起來 不讓任何仙渣人等進去 所以代表整個運作已經怎麼樣 已經停班 所以連中國最有機會替代房地產 帶動另外一波經濟成長產業 電動車都出問題 所以要小心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你看這個是Wall Street Journal 它就特別談到了這個報導 就是豪宅 其實香港的豪宅 一直是一個指標 為什麼香港的豪宅是一個指標 誰有錢去買香港豪宅 其實早期當然是香港人 但是你知道過去幾年 非常多是來自於哪裡 上海 來自於深圳 來自於北京 出手去買香港豪宅 中國的資金 但是最近我們在看 香港的豪宅 就是過去買進這個 中國的這些房地產大安 既然被迫怎麼樣出手 開始賣了 代表他的資金的流動性 出現很大的一個問題 而且你看一下 這個價格指數 你看一下價格指數 這是香港住宅價格指數 我想問大家 一個最基本的觀念 在台灣講地寶 就算不漲也不會跌 對不對 可是你去看 香港全部住宅在跌 而且最大的這個住宅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豪宅 也在跌 怎麼會這樣 代表這些金字塔頂端的人士 扛不住了 你看一下 2022年中期來 超豪華住宅的價格 三千八百萬美元 平均售價下降多少 不是百分之四 是四分之一 25%以上 我跟各位講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大家正在想辦法快速 而且努力的套現 套了錢 套現的錢去哪裡 不是僅股市 而是往外潤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認為開紅盤以後 中國的股市 還有中國的經濟 能不能順利的回升 還有待考驗 剛剛呈現到我們看到 中國的經濟放緩 不僅已經影響到了 他們的這個消費 縮手 包括香港的房市 都受到影響 包括陸股的表現 也同樣受到了壓制 不過反觀在台股 台股在新春開紅盤 當天就已經創高 那麼來到今天二十號呢 盤中又再度創下歷史新高 一八七五六 我們要請教杜老師 大家會擔心說 以過去的經驗 擔心說這個二到五月 如果說一下子就創高的話 很擔心之後會有崩盤的風險 那今年會有這樣的一個擔憂嗎 因為新春開紅盤過了一八六一九 所以我們盤是重新規劃 是說從兩年前的一二六二九 就是我個人定義為 這個第七大雄晚結束 我們這個是第八大雄晚的開始 七漲點 七漲點 所以一般來講 因為你串歷史新高 所以股價 我們不像以前一八六一九回檔 零點三八二 零點五 零點六一八是一個壓力期 因為你串新高了 所以我們重新起算 一八六一九 他大概用環金切割率 漲一點三八二倍 一點五倍 一點六一八倍 這樣來推算 那我們看到 我們從這邊開始漲了十六個月 偉宜看一下 我們這個第一大波羅馬是這一 他這邊這個一五一五二 大概是一二六二九的一點二倍 這邊 那我們去年在這個一七四六三 那邊不是得了三個月嗎 這邊一七四六三 跟剛好是一二六二九的一點三八二倍 那我們最近夠了一八六一九 剛才今天已經一八七多了吧 大概是在我這邊有算 一點五倍大概是在一八九四四 所以只要在萬九之前 都是屬於我們這個小括號的五 所以我們這一波把它稱為 就是羅馬四字的一 這個漲五小坡 那目前來講 這個第五小坡到這邊完 以後當然會做一個小幅度的拉回 那拉回 那因為像我們今天 AKT是九十 所以短期間應該會有一個 漲完以後會有拉回動作 那我們看在以前 我們這個這三十幾年來 每次在二到五月 大家記得每次在原小九 國務完以後 民國七十九年的一二六八二 二月多 十年後八十九年 一年三九三 十一年後一百年 大概是高點 再來十一年後也是高點 那現在十二年後 今天是我們十二年後的 二月的高點 那不會像民國七十九年 八十九年一樣 是一個大跌 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現在是一個多頭市場 的出生段 所以你只是 拉回修正 但不會崩盤 不會崩盤 大概修正在差不多連線的位置 就是看你漲5漲多少回 零點38位置 在連線的位置 開始要走入主生段的第三坡 所以回答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目前是在走 這個出生段的羅馬市 第一大坡 目前這是第一大坡裡面的 第五小坡 那是不是在萬九 或是兩萬之上 我們這邊有跟大家推 一點五倍 一點六一八倍 一點六一八倍 或是有人以後再講兩倍 那個是以後的事 一點六一八倍 就在兩萬點 兩萬點 這邊有寫二零多 這是我們目前 我們大概是面臨一點五倍的萬九的壓力氣 如果兩萬點的話 大概會比較可能的時間點 一般我們多頭年大概都是在十月份 四Q的話相對一個高點 就是說像我們去年是最好 年初最低 年底收到進高點 那以前的多頭市場 大概都是在中秋節附近相對高點 如果臺國要續長的話 大家還是最關鍵的 就會去看這個全王 台積電 台積電在開紅盤那天 有來到這個高點 七零九的價位 那麼最近是有稍微的休息一下 那麼接下來一個走勢 杜老師會怎麼看 那一天 台積電七零九 開玩笑 兩年前這個六八八的人退伍了 七零九接 那是一般當兵兩年 像我是海軍陸戰隊要三年 要等很久 那一般來講七年 兩年前臺積電那時候 從四百塊上來的時候 他有三個跳空缺口 到五九四晚又終極回檔 休息 小回檔休息 那這一次臺積電也是一樣 他從這邊開始有一二三 有沒有 連初的話他大漲五十幾塊 到七零九 那也是三個跳空缺口 而且這一根量的話大概十一萬張 比第二根的話十七萬張來得少 所以短波段應該是台積電 這個三個跳空晚又 這邊也是三個跳空晚又 一個高點在拉回 那如果說台積電有在突破七零九 那大盤當然會過萬九之少 那這是台積電 如果說台積電 把這個缺口補完以後 因為他三個跳空缺口完以後 一定會先補這個 第一個跳空缺口 在六四八附近 那就是我們下一次的好的買點 不然的話 理論上一般來講 都會像這個 在第二個跳空缺口 就是一個比較長線的 長線的買點 所以這個第二個跳空缺口 在五九四這附近 所以我們對台積電認為 他連跳三空 那從回答 如果這禮拜法說會利多出境 然後整個台積電大盤 不是要回第二小坡 那他也會回到第一個 第三個跳空缺口 跟第二個跳空缺口 那大盤也在那邊做 我們第二大坡的支撐 然後再走第三大坡的主身段 好不過台積電在今天雖然是收紅 但其他的AI族群還是跌多 漲得比較少 我們要再請教杜老師 這老大哥廣達技嘉 這個股價都稍作休息了 這個AI族群接下來該怎麼辦 這個禮拜 非打如果法說會晚以後 大力多大家都知道 除非他有比較硬力 大力多出境 像美超委也是一樣 大漲大跌 那我們其實這一陣子的話 除了那一天跳空缺口晚以後 你只要把那五百點的這個切口補的 大概都是稍微比較弱勢 那其中最有名就是廣達 因為投信外資最近都在大賣他 而且他也沒有破上次的五八二 他到五七多左右 那拉回也破了那一天跳空的一個切口 那我們就看廣達這一次拉回的話 他撐在哪邊 整個AI大概就會止跌 這是因為他營收一月份 所以相對那個外資跟投信都調他 那比較好的話是技嘉 技嘉有串前一波的高點 高點完以後 因為他的營收是有增加三成 所以待會的幅度就比較少 所以AI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偽串 也是相對比較弱勢 所以一般我們這一波 除了台積電完以後 AI有不會像前一陣子那麼齊錢 就全部都串波段高點 是營收有串高的才會有 那我們就看弱勢股 廣達在哪邊止跌 整個AI就會進入打底的一個動作 好 剛剛老師讓我們看到 如果這個AI股要打底 要止跌的話 接下來還是要持續觀察 廣達的一個走勢 不過剛剛也有特別提到的是在台積電 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台積電的熊本一場 24號就要舉行這個開幕式了 那麼在台日聯手之下 台積電2025年車電營收佔比要來挑戰一城大關 請教永年哥 台股當中有沒有相關的個股可以留意的 很多 OK 好 其實這一次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台積電跟Sony合作 合作投資了我們所謂的JASM 這個我看一下 我初看的時候 我說奇怪 怎麼會是小茉莉 因為這是英文的簡寫 茉莉花的簡寫 OK 好 這個不重要 重點在哪裡 它其實就是為了 日本為了要穩固他們這個 汽車用的晶片 所以你看它兩年就開始量產了 這個表示什麼 這表示日本它是玩真的 它是玩真的 所以對於整個的汽車業來講 日本的汽車業來講 你看他們的龍頭豐田 跟這個車用電子的大廠 日本電裝 二月份的時候還要再追加投資 為什麼要追加投資 因為它對它太有幫助了 對它有產量 現在反觀過來 我們反觀德國 你就會發現 德國建廠好像一直在拖延 對不對 那麼以後 我相信對於日本的車廠來講的話 是非常非常大的幫助的 當然另外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就是營業達攜手 有車用的這些資產廠商 還有恩智普 還有Amazon 他們一起合作 做這汽車的網路安全 跟電動汽車無線這一方面 那麼對於營業達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利多 事實上如果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今天沒有列它的線路圖 你如果去看它的日線圖的話 其實是站在多方 這支股票是在多方 可以注意一下 當然因為日本的汽車 如果能夠發展起來的話 能夠繼續的擴大的話 對於我們台灣的車用廠商 車用概念股 當然是有好處 對不對 我們現在舉例說明 像是瑞域 237的瑞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技術面來講的話 其實這支股票 很有意思的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IP股 或這些IC設計的股票 其實最近都已經漲了很多了 可是它的漲幅是落後的 今天盤中雖然拉到漲停板 可是留了很長的上影線 對 留了很長的上影線 所以短線 不是網上會有壓力很大 對 因為它之前有做一個很大一個電源頭 所以在技術面上來講 它可能要稍微的整理一下 可是以長期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注意看 它1月份的營收年增率59% 月增率26.7%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而且它現在準備要切入USB4的 這個HUB的IP的領域 所以它會帶動它的本益比往上修正 往上修正 所以這支股票我覺得長期是可以注意的 另外就是4915的智深了 智深也是一樣 其實你可以看 其實很多大部分的電子股 在這一波漲勢都已經非常兇了 對不對 可是這兩檔股票 其實他們位階還是相對的低 還滿溫吞的 對 可是你要注意看 它的營收好不好 營收也非常漂亮 三成以上的年增跟月增 年增跟月增 對 年增月增的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1月份 因為去年的農曆青年是在1月份 所以它這個 如果你說年比的話 它這個營收一定是增加的 年比營收增加正常 因為去年一月工作天數少 對 沒錯 所以我們要注重的是月增 它如果有月增的話 那表示它是真正的好 所以這兩檔股票 都是有同樣的意思 OK 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 它2月份以來 法人是合計買上3813張 其實然後我們再看它的技術面 它技術面 你看一紅一黑 一紅一黑 雖然今天它的股價走勢不是很強 可是你要注意看 它量價配合度是非常好的 價漲量增 價跌量收 所以以量價關係來講的話 它目前為止還是處於一個多頭格局 我們投資朋友 還是可以持續觀察注意的 好 另外也要留意外資的動態 外資2月以來其實累計買超台股 是超過了800億 買很多 那麼圓圓營收如果說有些表現 比較亮眼的一些個股 又同時間有外資在加持的話 請教永年哥 現在可以開始封低卡位了嗎 對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在1月份 最近我們要注意什麼 就是1月份它營收 是不是年月雙增 然後外資是不是有買超 我為什麼強調外資呢 去年我們都在強調什麼 投信 對不對 去年是比較內資 對 ETF 表現很好 ETF有關的個股 大家就可以注意 今年為什麼我是強調要注意外資 因為大家注意看 從去年的11月到現在為止 到今天為止 外資是買超5000多億 對 光是過去這一個月 從1月19號開始到今天為止 其實已經有兩度 外資的買超金額 是排名歷史上 一次是 1月19號是第二大 對 那麼2月15號就是 西村看護盤那一天 是第五大 都前五名 對 都前五名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對 所以我們要看什麼 我們就要看 好 它1月份營收是月增 年增的 然後過去四個交易 外資是買超的 這一些的股票 值得我們注意 尤其是有個重點 它的位階相對較低 因為我們在做出資料以來 以後我們發現 符合這個條件的股票 幾乎都漲停 都是標了20%以上 你知道嗎 20% 就是光是新春開紅盤 以後這四個交易日 他們的標漲就20% 我先進列出來這一節股票 是他們的漲幅算是比較小的 所以它位階還是相對較低 像是系統2377的微星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的營收月增率 大部分都是兩位數的 除了宏傑科之外 宏傑科昨天還漲停 對不對 然後年增 這個幅度更大 對不對 然後過去四個交易日 外資是站在買方的 那麼瑞玉今天盤中也漲停 除了這一檔股票 川湖這一檔股票 其實它的位階是很高的 因為它現在已經在歷史的 高點 川湖 對 可是我為什麼還要講它 我們先從川湖講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系統 因為川湖它的高價股 今天收盤價1220塊 對 它歷史的高點是1225塊 好 大家可以看 它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它出一個大量 然後拉到幾乎是漲停半 它現在是在所有均線以上 對 然後它昨天再漲 今天再繼續漲 可是它量能一直在縮小 對 它量沒有補上 它的籌碼非常的穩定 這表示它的籌碼非常穩定 所以現在大家是吸收 對 沒有錯 所以這支股票 我反而是覺得可以注意 看完了高價股 我們看一下低價股 我們要清明一下 OK 那就是系統 2363系統 系統這支股票 我們可以 這是看在月線 這個是月線 大家注意看一下 它持有聯電是26.6萬張的股票 如果按照配息五成來計算的話 它渴望貢獻它1PS 將近1塊錢 每股可以貢獻1塊 對 將近1塊錢 然後它現在的股價才多少錢 才40幾塊 你覺得合理嗎 對不對 它自己本身還是賺錢的 過去五個家 外資合計買超400056張 OK 好 然後我們從技術面看 這是月線圖 這是月線圖 為什麼拿月線圖看 因為它已經回檔了多久 一年多了 回檔一年多 所以它的位階是不是很低 非常低對不對 然後可是它的營收的表現 還有它這個籌碼的表現 其實都非常有利於多頭 所以它補漲的機會 我覺得相當大 在2月份 它月線收黑的話 即使收黑 我覺得也是情有可原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要突破 這個月線跟兩年 年線跟兩年線的壓力 所以它這邊 如果只要站穩的話 再往上走一波 應該是沒有什麼很大問題的 好 永林哥 好 但我們看到台股創高之際 現在年月雙增 在營收的部分 以及有外資加持的個股 位階比較低的 都可以開始來做佈局了 那我們要持續來關注的是OpenAI 現在推出了這個新的模型 我們要請張博士帶我們看 現在既然我只要輸入文字 它就自動幫我生成一個影片 而且這樣是不是以後未來 每個人都可以當導演 那麼從事這個影視產業的 是不是很容易就失業了 好 那其實這一個 其實是一個還滿大的震撼 因為其實我們先看一個簡單的 這個例子 他這邊示範出來 他這邊先下一個所謂的prunk 就是這個提示用語 就是你要做這樣的一個敘述 他說一名穿著時尚的女子 走在溫暖霓虹燈籍招牌的 東京街頭 穿著黑色皮夾克 紅色長裙 黑色靴子 淋著黑色包包 戴著太陽眼鏡 插著紅色口紅 走起路來自信又隨信 潮濕的街道反射出七彩燈光 行人昔來攘往 這個部分這樣的敘述出來 我們一般人想到的畫面 其實它生成出這樣子 這不是照片 是影片 這是它生成一張 生成一段一分鐘的影片 等於說我們如果說像是看小說 我這樣形容一段 它立刻就把這樣的影片生成出來了 是 而且它其實這個生成出來 大家都說這個影片的真實感 非常的 具有這樣的一個真實的臨場感 所以您剛剛提到SORA 它可以生成最多一分鐘的影片 而且它是很有連貫性 沒有違和感的 是 它生成出來的這個影片 其實我們在我們解說的當下 其實那個影片其實也會播放出來 給觀眾看 其實會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那個影片非常的運進 非常的自然 而且非常的連貫 最重要的是那個畫面還很清楚 因為先前 其實這個不是最新的技術 用文字生成出影片 其實是大家本來就已經預期得到說 我們原來從文字跟你對話聊天 生成圖片 我們先前也介紹過 大概大家都猜下一段就是生成影片 可是沒想到這個 其他家的這個新創公司 他們生成的這個影片 大概最多十幾秒 但是SORA可以一分鐘 它一次就一分鐘出來 然後這個生成的這個影片 它其實這個 我們從這邊來看 它這個是SORA 跟這個其他家的這個新創公司 它生成出來的這個影片的這個 這個影片的這個效果 其實就有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非常的清晰 非常清晰 畫面非常清晰 像它這個是在一個東京 然後這個櫻花 這個繽紛落下的這個 這一個場景 那其實它其實甚至是有點像是 空拍機這樣的一個運鏡 就是它的鏡頭不是固定的 它是有點像空拍機 這樣子自由的這樣的一個運動 它其實具有3D 3D的這樣的一個動態的這樣的一個影片 所以其實是非常流暢的 這個圖來講 它其實左邊跟右邊 它是把中間這個部分 是把左邊跟右邊把它融合在一起 是 那我們從這邊來看 譬如說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無人機 在空中這樣子巡航 然後這是一個蝴蝶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它把它融合在裡面 是 看起來就很合理 毫無違和感 對 它其實做起來的這個畫面 其實非常的這樣順 然後讓人家覺得這個 非常的Smooth 另外這個部分來講 這個是在這個有個可能一個古的城堡 那這中間就是像冬天下雪的 這樣的一個場景 它把這兩個畫面 一樣融合在這裡面 你看到城堡跑在中間這裡 對 城堡這個在這裡面 其實這中間就是這個雪的這個部分 那整個的運鏡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非常非常的順暢 而且你不會覺得 怎麼突然跳一個很奇怪的畫面出來 它不會 它其實是非常的順暢 它所這個生成的這個影片 大家非常的訝異 但是當然目前因為剛開始 其實還是有一些 它還是有bug 有些bug在 對 那這個bug通常是在所謂一些 真實物理世界的這個模擬裡面 會有一些跟我們的所見到的事實 真實的這個邏輯現象不太一樣 譬如說這個籃球投籃的這個動作 這個籃球投進來之後 進了這個籃框之後 這個突然就著火了 而且還有下一個畫面是 另外一顆 第二顆的這個球 可是卡在這個地方 不是 它是直接就穿越這個籃框 這個在我們的這個真實世界 當然是沒辦法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就是它目前 現在有這樣的一個bug 可是它其實做出來這個影片 實際上已經是讓人 非常非常的訝異 它跟這個OpenEye之前 這個CheckGPT 到底這個原理上 有哪一些的區別呢 好 那其實CheckGPT 我們幫大家稍微再複習一下 大家之前常常聽到 GPT 那它其實指就是 深層式的預訓練模型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轉換Transformer 那它主要的這個概念來講 就是把我們在跟聊天機器人 跟CheckGPT 這個對話的這個過程 它把這個文字拆成 每一個每一個的 這樣的一個基本單元 它叫做一個Token 那這個Token 基本上來講 CheckGPT 它就是透過大量的訓練 然後讓它可以找出 下一個最適合的Token SOLA基本上來講 它其實是一種擴散型的 變換器模型 那這個擴散型的這個模型 基本上來講 是應用在深層圖片上 其實也是先前就的技術 但是OpenEye很厲害的是 把這個擴散型跟這個變換器 這個模型 它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它把這個影片 我們都知道這個影片 基本上就是很多的畫面 一直重疊下來 一秒鐘三十個畫面 我們正常在看影片 就是一秒鐘三十個畫面 那這三十個畫面來講 我們把它拆成這三十個畫面 每一個畫面 我把它拆成可能是 譬如說 譬如說是五十乘五十的 一個小格子 就像這個樣子 像這個 對像這個 然後我們今天每五十乘五十的 這樣的一個畫面 我一秒鐘 是不是又好幾個畫面 然後總共這樣子 我把它切割成一小格 一小格 經過它這邊的一個訓練 它把這個每一個 基本的這個單元 它把它叫做視覺快 砍入代碼 它叫做一個patch 那基本上這個就跟對應到這個token 一樣的概念 它去訓練這個patch 然後去算出 去算下一個最適合的patch 對 然後算出來之後 它就生成出這樣的畫面出來 那基本上來講 它生成出這個影片沒有問題 所以要生成圖片也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影片 它基本上就是圖片的這樣的一個 用語言就可以生成影片 是不是蘋果現在也看到這樣的商機 好 那其實這個大家都在用AI這個部分 那其實蘋果也加入生成是AI 但是大家也在講說 IOS 18大概就會導入這個系統裡面 就用語言來生成這個影片這樣 對 那其實我們在最新的這個論文 也看到說Apple發表這樣的一個論文 就是用文字產生動畫AI的這個模型 它叫做keyformer 然後它基本上來講 它是譬如說我今天上傳這個 這個太空火箭的這個照片 然後我們要一樣 就像我們要下這個文字的指令 我們說叫它產生三個天空 然後這個漸變不同的顏色 然後星星有在閃爍 星星閃爍 好 它就產生出這樣子的這個畫面 那產生出來之後 這個是一個這個原始碼 然後我們還可以再增加 有時候我們要貼圖碼 我還可以做各種不同 各式各樣的不同的調整 所以它其實這個是蘋果最新的這個 這個針對在這個生成式AI這個部分 所以在IOS 18 就會去導入做這樣的一個應用嗎 這是在論文上沒有看到 但是實際上譬如說這個部分 會不會應用在18 目前還不確定 但是相信之後會 當然蘋果也在找其他生成式AI 包括譬如說在鏡頭 怎麼樣子把鏡頭的這個畫面來做 這樣子不同的一個應用 那因為蘋果一直強調 是所謂這個使用者的體驗 那它其實不會 通常不會搶最新 可是它會在適當的時間 找到一個最佳的一個這個時間 這個點出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 現在說到企業發展這個ESG 不只是減碳而已 現在人權也很重要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瞭解